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12月9号 JVP娱乐发表了让饭圈整个傻眼的MX吉尼退团消息 当时JVP娱乐只是表示 吉尼是因为个人原因退团与JVP娱乐解除合约 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而且吉尼是担当过MX牵脚重点part 也是对内的人气成员 所以网路上就出现了非常多的谣言 但最终还是什么确定的消息都没有 MX就以6人组合参加了年末颁奖典礼 然后MX将在3月20号 以6人体制首次的兴趣准备回归 而离MX回归只剩2天的3月18号 退团3个月的吉尼开设了个人IG 上传了很多照片 不到一天就突破了95万多的追踪 而最让网友们关注的地方是 IG中的名字没有使用本名 而是继续使用了吉尼 虽然不知道吉尼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进行演艺圈的活动 或者是不将进行演艺圈的活动 但是能看到这样健康的消息 就已经让粉丝们都很放心了 出道没多久 练习的时间也不短 到现在也觉得退团太突然了 反而因为回来的这么早 所以不能相信是因为个人原因退团的 这么快就能解决的话 为什么要退团呢 所以说真的很讨厌JVP式的退团 会产生非常多的谣言 就算有千万分之一的几率是一人做错了 其他经纪公司不也有过这种情况 不管是哪一代 从JVP娱乐退团 就会有奇怪的谣言缠着 真的很奇怪 有可能是本人不想公开退团原因呢 不要只忙着黑公司 退团百日上传IG 可能就是自己计划的 反正本名就是云吉尼 所以就算使用吉尼也没差 这个颜值跟实力 过一般人的生活太可惜了 所以对于吉尼开设IG账号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昨天因为态度问题 引起争议的 Boys Plenty中国列席生张帅博 今天有韩国粉丝们指出 这个时候张帅博说的是 统一而不是同意 所以整理一下 韩国粉丝们的意见就是 在那句话之后的影片中也能看到 吴吉在用韩文说明的时候 可能制作组没有及时翻译 然后在被导师们骂的时候 伊索库说过 怎么四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呢 所以张帅博的那句话可能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样看的话好像也有道理 Mnet恶魔剪辑也不是一两天的事 我众朋友说 听他的口气的话 就知道是想要把责任推给别人 为什么韩国人站出来护航呢 当然他也有做错的地方 但是需要被骂到这种程度吗 在节目里又不是只有张帅博自己被骂 失误的人也不是只有他一个 先不管语言沟通的部分 他在导师评价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主唱可以唱得不好 但就因为自己没信心 就把舞跳成那样 这是人品有问题 目前在韩网 负面的评价还是非常多 所以对于韩国粉丝们的主张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